孙安佐被爆狂言炸学校?真相打你转镜变温馨?好友也力挺枪可能不是他的。 最近孙安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我只能说人一出事,各种爆料接来。 警方才刚公开他是有一支自行组装的9毫米手枪,及高达1600枚个式子弹。 没想到就有一名自称孩子就读坑桥的家长向媒体爆料,说在去年夏天节夜市孙安佐伴若奔上台喊I will burn the school,我会炸了学校,鬼你行径早有可疑。 消息一出,立刻有不少同学为孙安佐平反,澄清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 之后影片也流出,孙安佐的确突然冲上台,不过衣着整齐,拿着麦克风说出Em Edward, I wanna say in a lovely guy, I'll miss you,我是爱德华,我想说我是个可爱的家伙,我会想念你们。 台下也出现笑声和掌声,看起来只是搞怪,人缘也不错。 宾州警方在记者会上公布孙安佐拥有大批军货,还说出一场悲剧被阻止了,外界也赋予他恐怖形象。 据中国时报报道,在台湾一起和孙安佐玩枪的好友张家安接受访问,表示孙安佐曾透露去美国想要玩真枪,体验真枪威力。 他也说,在美国买子弹本来就是合法的,1600发的子弹数量也不算什么,你去拔场大概一分钟之内就能打掉40发,一天四个小时400发就打完了。 宾州警方透露,孙安佐同妈在接获学校通知后,马上到孙安佐的卧室,把手枪积大量子弹装带,藏匿到其他地方。 被搜出的这把克拉克手枪,张家安说这把火力较小的枪一直都不是孙安佐的最爱,更透露孙安佐喜欢体验的是剧烈火光跟后座力,被搜出的那把枪,可能是别人买的,很难讲,因为美国警方也拒绝回答是在哪里找到他的克拉克的。 他不认为孙安佐真的会藏枪伤人,在镜头潜力挺好哟。 PTT有湘民,也说1600发子弹真的不算多,在玩枪的人子弹随便都是常备几千发,因为上网买子弹一次买多一点比较划算,每次去打把消耗个几百发是非常正常的事。 他说整件事问题点是其他网友也回应。 感觉他,感觉他,感觉这漏洞也是爸妈知道的。既然有律师指点就放心完。 红妈很奇怪没错。 红妈很奇怪没错。 警察假想他是要恐攻当然很多,如果你从一个打把准备子弹的角度看很正常。 自己组装确实不违法。但这种枪在检警眼中就是犯罪预备军。 不管是不是要打把,拥枪本身就不合法。感觉红妈就是知情还默许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